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來滷一鍋下飯的豬五花吧 看到的食材有洋蔥 大蒜 紅蘿蔔 杏鮑菇頭 還有豬五花肉 我用的香料有八角 馬告 大紅袍 花椒粒 這三樣 我會先將肉下去煎 然後把它的油逼出來 這樣子的話你滷出來的肉也比較不會糊 會比較有彈性 用什麼鍋都可以 這次我使用的是壓力鍋 生抽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要有一瓶生抽 只要你在做料理的時候你都可以加 生抽有加熱過它的香氣會很明顯 然後麥芽糖我這次用它來取代糖的食用 我用小攪拌棒去把麥芽糖挖出來 你可以加上新鮮香菇或者是綜合乾燥菇類 在壓力鍋使用的第二次的時候我會把蔥放下去 一大把一大把的 然後你要盛盤上桌的時候呢 再撒上一些切碎的小細蔥 這樣一鍋肉就好囉 大家試試看 我們下周見囉 這邊還有用最好的 我們下周見 蜜蜜蜜蜜蜜蜜蜜 阿 大家 跟我合理一下 我們下周見